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志向 首先一个日月二角的志 日月二角就是在这里 日角,月角,这个上面的志 日月二角是代表父母 如果是日月二角有志 不管是平志还是肉志 都代表父母方面的不吉 或者身体不好 或者是事业发展运势受阻 或者是父母感情差 跟父母的缘分比较薄 那么第二个是山根上的志 山根就是在鼻子最上面的 印堂的下方 那么女人山根有志是有防婚姻 代表婚姻有波折,感情波折 如果是男人山根有志的话 事业发展会缓慢一些 这个很难有起色 平平淡淡,容易破财 尖门上的志 尖门在眼尾 尖门在眼尾 就是夫妻宫所在 不论男女 尖门上有志都代表婚姻不顺 婚内的夫妻容易矛盾 有争吵,容易离婚 特别注意一些婚外的桃花 子女宫上的志 子女宫在哪呢 子女宫就是在眼下泪堂的位置 顾名思义的代表子孙后代 那么子女宫有志的话代表跟子女缘分比较浅薄 跟小时候子女身体不好或者子女以后长大之后容易让人操心费力 那么还有就是鼻头上的志 鼻头上的志 鼻子是财不公 代表有个人财运 鼻头上的志代表不聚财 如意财来财去 但是不一定不赚大钱 也有可能是能赚钱也能花钱 那么女人鼻头上有志代表乱桃花 或者是一些夫运 婚姻不太好 还有就是法令文上的志 法令文上的志对应的是一个人的手足 左右交叉对应的位置 法令文上有志代表一个人手或脚容易受伤 有疤痕 另外眉毛也对应一个人的手脚 这方面跟法令文是同理的 那么再下来就是这个嘴角 嘴角或者是嘴唇上有志 代表一个人口服不错 有实路一时无忧 但是特别注意的是防止一些口舌是非 这个食物中毒或者食物引起的身体不适 那么最后一个是腰上的志 腰上有志呢 不论男女都需要注意腰方面的受伤 或者容易扭伤 扭伤啊 摔伤啊 或者是八字里面目逢冲 而且呢 这个无法化解的这种年份 这个需要结合八字来一起看 好了 这几个面相体相当中的志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 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